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秋季热饮 荔香牛乳茶和黑芝麻厚牛乳 不需要用到专业工具 在家里就可以制作 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首先来制作博取栗子酱 需要的材料有图片上的这些 我把茶叶分为两份 一份用来浸泡茶汤 另外一份加到栗子酱里增加茶香味 买回来带壳的栗子 用剪刀在壳上开口 栗子建议选择这种锥栗 味道香而且容易去皮 开好口的栗子倒进碗里 加水没过所有栗子 用微波炉中火加热两分钟 把加热好的栗子捞出来放进冷水中 过一次冷水的栗子更容易去皮 把每一颗栗子的壳和皮都去干净 栗子肉洗干净后倒进电饭锅中 加水没过栗子 放进电饭锅选择煮豆子的功能 煮栗子的时候将茶叶倒进凉杯中 倒入开水浸泡10分钟 泡出茶香 煮好后倒掉煮栗子的水 水留下栗子 倒进盆中 倒入泡好的茶汤 配方量的淡奶油 黄油 糖和茶叶 用搅拌棒搅拌成栗子酱 配方给出的量 做出来的栗子酱是有一点流动性的 放在饮品中更容易被吸管吸食 打好栗子酱放在一旁备用 我们来做黑芝麻酱 黑芝麻酱的做法比较简单 用炒熟的黑芝麻和白糖 把黑芝麻和糖一起倒进料理机中 启动机器磨黑芝麻 用破皮机会比料理机更容易磨成酱 黑芝麻在磨的过程中会慢慢吸出油分 一开始是松散的状态 然后慢慢变得湿润 这个时候开始要时不时打开盖子 用刮刀将杯壁上的黑芝麻刮下来 最后抹成湿瓶里这样的深黑色 湿润的黑芝麻酱就可以了 接下来煮糖浆 糖浆的做法很简单 将2比1的水和糖倒进锅中 煮到糖完全融化就可以了 放置一旁面来备用 做好所有补料 我们来做两款汤底 第一款汤底是原味后牛乳 材料和做法很简单 只需要将配方中所有材料混合均匀即可 原味后牛乳我们搭配黑芝麻酱 舀一勺黑芝麻酱涂抹在猪品杯的杯壁上 形成挂壁 倒入后牛乳 这款宁品的汤底更推荐热的哦 热的汤底只需要用微波炉中火加热30秒 再倒进猪品杯里 第二款汤底是牛乳茶底 先将配方量的茶和热水混合 浸泡10分钟泡出茶香 这款茶汤的茶叶我选择是碳杯乌龙茶 同样是将配方中的材料 一起倒进两杯里混合均匀 牛乳茶底可以搭配粒子酱 也可以搭配黑芝麻酱 组合方法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演示 今天我们的两款秋季热饮就完成了 不同的搭配也可以延伸出多款成品 还可以根据喜好加入各种小料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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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